回到东森晚间新闻 马上来关心的是这一起人伦悲剧 这是新竹的正义轮胎行 在昨天遭到纵火 那因为整栋建筑是铁皮跟木头搭建的 所以迅速陷入火海 在二楼总共有四名大人 还有四名未满十岁的小孩 来不及逃生 葬生 火枯 只有在一楼的陈爸爸逃了出来 到底是谁放的火呢 原来就是家中的二儿子 他可能是因为跟家人 因为都更的问题争产 所以长期心生不满 那爆发口角之后 拿汽油来纵火 所以现在一家十一口 只剩下三人存活 纵火的就是屋主的二儿子 他还变称说 只是烟不小心掉下去 没有想到整栋房子就烧了起来 这下子连他自己的妻子 跟自己的三个小孩 也都被烧死了 其实这个二儿子很年轻 他才31岁 但是却有窃盗跟毁损多项前科 警方说他很喜欢线上赌博 而且跟家人多次都为了钱而吵架 邻居说他不太讲话 毕业之后一度离家 但回家中帮忙之后 好像就跟家里一直有一些嫌隙 可能跟都更岸有一些关系 那大哥他是当职业军人 因为确诊还穿着隔离衣 特许赶到灵堂 而嫌犯的妹妹在这一场的火灾里面也丧命了 他才28岁 本来今年就要结婚 美好人生就画下句点 大家都希望儿童可以快快乐乐的长大 健健康康的 但是在儿童身上的Miss C 现在也有成人版的Miss A 台湾可能也出现了 这所谓成人多系统发言症候群的案例 不过这个案例 现在没有办法完全确定 他就是Miss A 为什么呢 他虽然是30岁左右 而且也有几个症状 但是因为他没有皮肤的症状 现在也还没有解隔离 跟以往典型的Miss A不太一样 所以现在没有办法完全的确定 不过医生也说了 如果是Miss A的话 那心肌炎其实比小朋友的状况 会来得严重很多 不过以台湾来看 成人的发生几率应该是相当低的 大概200到300万人 只会有个位数的案例 如果快筛不准的话 也会影响到很多在医学上面的判断 所以劣职快筛 到底怎么会流窜在市场里头呢 现在也有立委质疑 政府早就知情了 因为原本想要代理 富乐快筛的EU科技公司 他们在5月的时候发现 这个快筛的产地是有问题的 而且市面上面出现了一些仿冒品 似乎它的灵敏度也不是那么准 所以请求撤销EUA 而在今天 指挥中心的罗一军回应说 食药署确实收到了这份公文 他们并没有忽视 三加四后面的四天 是不是也是防君子不防小人呢 现在这个入境的新政策上路 但是有很多的防疫旅馆业者 就反映说 指引不够明确造成他们的困扰 比如说像是指挥中心规定的 后四天是自主防疫期间 你必要的时候 快筛阴性就能外出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样子 叫做必要外出呢 理由是什么 谁来决定 还有呢 为什么那么判定 事件是阴性会由业者来判定呢 对此指挥中心强调 他们并没有限定 出示快筛的方式 用图片或是拍照 甚至用Line都可以 甚至呢 民众也不需要向业者提出 所谓必要外出的证明 现在不但是政策不明 而且呢 你现在出国可能没有办法 完全享受以往的 这个出国的水准了 因为现在有人出国 观光的时候却发现 他花了16万台币 去搭商务舱 餐点却是这个样子的 原来呢 他是从南韩要搭商务舱 到夏威夷去 但是呢 他的餐点只有半杯酒 而且呢 这一块牛排 大概只有信用卡大小而已 然后旁边配了几块马铃薯 他就忍不住po上网 大家平平理啊 这单趟要16万台币 怎么会是这样的餐点呢 不过专家表示 因为疫情的关系 大部分的航空公司 都会简化餐点 那现在才开始 慢慢的恢复到 以前的水准 140块的车资 还要想办法 不想付钱 在台南就有计程车司机 遇到这样的乘客 他到了目的地 就一直讲说 再等10分钟 朋友会来付钱 当然他口中的朋友 就是没出现 结果这个乘客 就直接开门 想要落跑了 司机赶快追下去 拦下来 结果爆发了拉扯 因此报警 后来是因为旁边 有店家看不下去 帮忙付了140 才让事件落幕 你可能觉得 现在出国去玩 不太划算 没关系 现在就是想说 大家都闷太久了 所以台湾的 这些五星级饭店 也在抢商机 尤其在台北 这些五星饭店 也大打价格战 有业者主打的是 放松30小时 慢活住房 也有饭店把原价 17000多的房型 下杀到3000有找 当地的人都说 是澎湖的101大楼 因为它在101号 事实上它已经荒废太久了 所以不断地有铁皮 掉下来 还砸中临近的房屋 到哪里还有铜板美食呢 答案就在高雄 在这里还可以找到 一块鸡排才20块钱 甚至鸡蛋糕三个 只要10元 真的超级佛心 而这样的美食老店 已经开了十多年了 很少涨价 卖得这么便宜 真的有赚头吗 带你来看看 好来关心 今天的疫情最新发展 本土新增了 6万3000多例 那么其中儿童的重症 也增加了三个人 包括了两名Miss C 还有一个小朋友 爆发了脑炎的案例 所以小朋友的状况 还是要特别注意的 而且除了这三位男童 出现了儿童重症之外 还有一名死者 他才17岁 这个少年 他有多重的慢性病 但是他在发病 一个礼拜之后 就已经死亡了 所以现在也正在审理 是不是幼童的莫德纳 能够来让幼童施打 不过现在要值得注意的是 现在本土看起来 好像已经缓缓地下降了 因为住院的人数 明显地变少 但是反而有很多的确诊者 在解隔离之后 他们的症状没有消失 所以还跑到了筛检站 想拿药 却发现他们想拿 却拿不到 有民众的指控说 他是间隔一个月二度感染 他跟中医视讯问诊 拿药就被拒绝 还有网友说 他也有类似的状况 难道二度确诊者 就没有人权了吗 就不能拿药了吗 指挥中心说 最近的确越来越多人 反映类似的问题 这个部分会再讨论 看到有越来越多 二度确诊的案例之外 也有很多人是在解隔离之后 陆陆续续出现了 很多很多不同的症状 现在在台湾 似乎也出现了 第一起的Miss A 也就是成人版的Miss C 在国外的研究 其实Miss A的住院率 已经达到了百分之五十 甚至致死率 更是高达百分之七 不过在台湾 全年龄的人口致死率 是百分之零点一一 显然Miss A 其实她的致死率 比一关一般的新冠肺炎 还要严重很多 所以这可能是一大隐忧吗 外界就质疑 指挥中心喊出共存之前 是不是忘记了 应该要把Miss C还有Miss A考虑进去 否则你没有先做卫教 一直看到有案例 才开始对外说明 就是因为现在还有很多的隐忧 不管是Miss A Miss C 或者是常新官 其实这些人 他们会运用到医疗资源 可能都不是现在 我们应该要准备好才对 所以现在才没有办法 一下子开放的这么快 虽然说入境的检疫天数 放宽到了三加四 但是很明显的入境并没有变多 就是因为指挥中心有规定 每个礼拜入境的旅客 限额是2.5万人 那么其实两家航空公司都说 根本就不够用 希望政府可以赶快的放宽 因为他们都没有办法 好好的把机位给卖出去 指挥中心今天做了解释 就是考量到了机场筛减的人力 还有医疗量能 所以不能够开放的这么快 就算要调整好了 那未来也会先优先放宽 本国级的旅客 还有很多人在关心 这一场人轮悲剧 在新竹的正义轮胎行 昨天这个二儿子 他就真的撒了汽油之后 点了一把火 把整个轮胎行都给烧了 而这里面通通都是 他的亲友跟家人 原来这整栋的建筑 是铁皮跟木头所搭建的 所以烧得非常非常的快 那二楼有四名大人 还有四名未满十岁的小孩 通通来不及逃生 葬生火枯 而这八名罹难者当中 包含了凶贤的母亲 凶贤的妹妹 他的嫂子跟小孩 甚至连他自己的妻子 还有三个亲生的小孩 他都没有在管 就直接把房子给烧了 现在全部葬生火枯 就只有人在一楼的陈爸爸 及时逃生 他逃出去之后 还在跟二儿子吵架 就是因为家中的二儿子 跟家人为了都更的问题 争产已经吵很久了 那这一次又因为 小小的事情爆发口角 所以他就拿汽油来纵火 这次被抓的时候 他还在那边辩解说 是烟不小心掉下去 才会烧起来 那现在一家十一口 只剩下三个人存活 除了爸爸跟纵火的二儿子之外 还有逃过一劫的就是大儿子 因为他服役确诊 刚好在隔离 好 这个嫌犯 他就这样烧死了一家八口 非常的狠心 而且从头到尾看起来 他一点犹豫都没有 他没有犹豫 妈妈妹妹在里面 也没有犹豫说 自己的妻子跟三个小孩在里面 他就这样一把火全部烧了 其实案发之前的四个多小时 他跑去买臭豆腐 以前都会跟店家简单聊个两句 但是这一天他特别的沉默 没有想到晚上差不多十点钟 他可能就是因为跟妈妈 为了洗碗这种小事情吵架 结果人就跑到了附近的加油站 一口气买了四大桶 总共5800cc的汽油 直奔回家 一把火就把整个轮胎行给烧了 犯案的时间非常短暂 看起来似乎一点犹豫都没有 所以到底是临时起义 还是早有预谋 警方也要厘清 毕竟二儿子也是一手 用屋主拉拔长大的 为什么会对自家人痛下杀手呢 原来陈爸爸的轮胎行 曾经被纳入都庚的范围 但是他为了把左右两间店面 平分给两个儿子 所以拒绝都庚 在当时还特别把这个价钱 拉得很高 一平开到了170万 比附近都高出了40万左右 所以也让建商打退堂股 但是二儿子就不是这么想的 他一直都希望 赶快的把这个房子 给都庚换成现金 他甚至觉得爸爸是偏心哥哥 所以种下了心结 由杜更案知情人士 向东森透露说 陈爸爸事实上 是想要找一个建筑师 帮他画图改建整个老房子 爱子心切 儿子却感受不到 也不能够理解 所以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益 就葬送八名至亲 为了自身的利益 为了钱 结果把自己的家人 通通都丧生火枯 这样真的值得吗 因为这八个性命 都是在二儿子的卧室里头 被发现的 当时因为铁皮屋 整个塌了下来 所以这八具的遗体 都是在掉到了一楼 那么也包括了 嫌犯他自己的三个小孩在内 怎么会如此狠心呢 他才31岁 其实这个二儿子 他还很年轻 绰号叫做小宝贝 但是他已经有窃盗 跟毁损多项前科 警方发现 他很喜欢上线上赌博 所以常常跟家人要钱 也因此爆发了口角 邻居说他平常不太讲话 而且他本来就是 气修相关科系毕业的 所以他一直都认为 自己应该要继承家业 而不是哥哥 但是他毕业之后回到家里 反而跟家里的感情 一直有些问题 而他的大哥 当了是职业军人 因为确诊 穿着隔离衣到了灵堂 而嫌犯的妹妹 也在火灾里面丧命 才28岁 本来今年就要结婚 动营的时候只要有萤火 感觉就特别的有气氛 尤其这种萤火晚会 很多人都蛮喜欢的 尤其你在野外的时候 那么搭一些木材 那么感觉特别的有味道 只是这些木头是哪里来的 很重要 因为这一行人九个人 他们是到宜兰的太平山 多望西河床去扎营 这一群人开着好几台 总驾上千万的吉普车去素西 还在河床自己坐了小席的温泉池 而且画面里面也看到了 很多照片里面都有这样的萤火 但问题就在于照片拍到的萤火 这个木材哪来的呢 原来他们烧的竟然是 国有林地里面的树木 而且还是自己去据切的 现在这一群人通通都被移送法办 这个撞死人的造势驾驶很有名 他被称为是德东飙车王 这个造势的驾驶呢 今年就在天母的市东路 撞了三名行人 结果造成一名妇人身亡 还有两个高中生肿伤 死者女儿首度出面指控 造势的驾驶在调解的时候 态度很差 道歉也没有诚意 而且他们为任对师也查出来 原来这个造势者呢 他的名下有六千万黄金店面 但是他一直坚持 自己没有钱赔 让家属怒控 希望可以终止他的恶行 有钱的就能排到前面 然后抢到最新的名牌包包吗 不见得 因为按照他们本来的规定是 你要先排队才行 因为精品店的秋冬新品 现在刚好上市了 限量包大概都只有两三个 所以除了VIP可以抢先入场之外 其他人不管你多有钱 都要在现场乖乖的排队 就算是贵妇也一样 但是现在在台中就有人怀疑 是有人插队 因为这个贵妇她是排第一个 而且她开门之前就来排队 营业时间到了 她却发现奇怪了 为什么她排第一个 前面起码有十个人 可以这样子光明正大地走进去 害她还是要等将近一个小时 才能进到里头 那问贵姐前面的人是谁呢 那么一直讲的方法都不断地改口 一下子说不清楚 一下子说那些是旧资料 让这些贵妇觉得很不公平 这个住户则是在这边排队摔倒 因为每个人经过这里都会被滑倒 因为这个停车场的斜坡 铺的只是一般的瓷砖 只要地面一湿滑 半年之内已经有摔了三次之多 结果这个管委会却说用签的就好 透天的豪宅里面还有自己的电梯 所以这高雄的确诊母子三人 就在里头隔离 没有想到电梯竟然还会坏掉 明明都有保养 那万一是确诊的儿子 受困在里面该怎么办呢 副总统赖清德的万里警卫室 传出有人事异动 本来的警卫室主任少将谢静华 传出因为年度的体测成绩 有状况遭到拔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